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一個五邊形 隨便的五邊形 ABCD放大1.2倍 就放大120% 得到另一個相似的五邊形 那麼他說已知 BC就是等於6 而且角C 這個是等於75度 這個沒有畫得很好 那麼他問下面何者正確 A寫一下 他說角C'等於90度 這個不對 這個你放大以後形狀沒有變 形狀沒有變的話 代表這個角度沒有變 A' B' C' D' B' 長度的話 放大成120% 角度沒有變 這個也是75度 跟這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90度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B選項 B選項 B選項他說B' C' C'是等於7.2 對不對 那從這裡到這裡 他是放大 120倍 所以你6 乘以1.2 這個就是他 這個是等於7.2 所以這是對的 所以B選項是對的 這樣我們看 那B' C'就不會等於6 這個就不會等於6 所以C選項是錯的 然後D選項 D選項 他說角C'是等於89 這個也不對 角C'要等於75度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B